石油是全球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 不过在阿塞拜疆纳夫塔兰产出的石油 却有着让人嘖嘖撑起的功效 因为它能治病安神 成千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病患 慕名而来 前来做石油疗愈养生美容 从全身心从里到外都脱胎换骨 中亚小国阿塞拜疆千年古城 纳夫塔兰的石油自古就享有盛名 这里生产的石油虽然不能够消 却发工业用途价值 却有个非常神奇的特性 尤其是消炎之痛 修进新尘代谢 养燃美容的多重功效 其实在80年代高峰时期 纳夫塔兰的原油育理疗馆 每年要接待超过7万名游客 不过当地附近的纳哥诺 喀拉巴克地区爆发战争 再加上苏联解体 几乎所有的理疗馆关门大吉 经过一番波折后 近20年来大大小小 各种高端平价的原油理疗馆 再次兴起 馆内只见工作人员打开墙上的开关后 黑乎乎的石油就会从水管流出 直到把整个浴缸灌满 换着脱光衣服后 就能像平常洗澡一样平躺在浴缸 60岁俄罗斯企业家苏菲亚千里条条 前来石油浴疗氧管 全身炙裸浸泡在这黑褐色的石油液体 尽管空气充满着引擎的油臭味 但他丝毫不受影响 还喜悦地说 如今他想要享受石油浴的愿望 终于成真了 石油浴的一个疗程需要10到20天 不过由于石油本身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每个人每次只能浸泡8到10分钟 洗浴完毕后 工作人员会协助患者先用纸巾插去浮游后 再用金属片刮进 虽然石油浴的每星期治疗费 可从100欧元到1000欧元起跳 相等于465令吉到4650令吉价格不菲 但他还是受到国外游客 甚至是本地人的追捧 尽管石油浴看起来能治百病 但一些专家警告 纳夫塔兰所使用的石油 有五成含有耐的成分 会破坏红血球细胞 有致癌的危险 呼吁民众应慎重使用